双方主将的最后对赌来临 骗子的手法不止于骗人 当旗下和楚天秋来到卯字游戏的门前 楚天秋纵有千般怀疑 但因为甜甜修复显示屏的存在 还是让他不得不做出最后的选择 现在情况不明 最好的情况是不记录这门 可是现在已经是终局的最后时刻 若是不主动记录门抢搏先机 等到甜甜修复了显示屏 对方恢复了分数 我依然会输 旗下为什么眼神如此的胜券在握 我确实怕了 我怕你会让甜甜在里面做好杀人的机关 那些机关甚至连字都可以粉碎 我只要踏住便会万劫不复 变成下一个金元勋 那你可以放心 这想法听起来虽然不错 但毕竟不是我的风格 我可以向你保证 场地里没有任何杀人的机关 而且甜甜的能力 现在没有办法制作那么复杂的东西 没有办法制作复杂的东西吗 你是在试图 欺骗我吗 我没有骗你 我可以发誓 甜甜在这场游戏当中 只制作了结构非常简单的东西 或许当我告诉你答案时 你也只会会心一笑 旗下的话 并未露出什么破绽 还有甜甜 确实也不是资深回想者 太过复杂的杀招 不说对她确实很难 而且门内有声像 他们作为裁判 也不会让不公平的对决出现 既然如此 你准备带着哪个字和我进门 哦 原来你也发现了 带着不一样的字可以通向不一样的门 毕竟这是你让赵医生传达给我的 既然房间我选了 为了公平起见 字就由你来选 随便我选择进入人级还是地级吗 这又变相说明了 门内并不存在致命机关 毕竟这么短的时间内 先不说打造一套致命机关 更别说两套了 这对田田来说 工作量太大 显然不太合理 所以大概率和旗下所说的一样 田田只是创造了极其简单的东西 可那是什么东西呢 但现在不是思考这个的时候 若是选择人级 卯代表兔 人兔的游戏会简单很多 我身上还有一颗天行剑 我可以瞬间让我获得胜利 而地级则会有很多超出预料的限制 但同时也可以弱化掉旗下的陷阱 我选择降 好 我选择冰 门的触感冰凉并没有异常 看不见里面门内是漆黑的吗 旗下地图的游戏 一场逃脱 感觉很适合你和我现在的处境 但愿是 对了旗下 我最后问你一件事 你说 这场游戏当中 我们这边谁是你排除的卧底 可惜 我在中燕之地 插了无数根针 唯独没有在你的队伍当中插过针 什么 没有吗 如果没有 那我一直在提防着谁 这件事的有趣之处在于 就算我没按插针 也会在你的队伍中 起到真的效果 这样我省心省力 你也会百般小心 原来如此 正因为队伍中的赵医生 燕之春和旗下交情匪浅 所以我才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卧底 所以从一开始 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 各种暗示 我的队伍中存在卧底 可其实我的队伍没有卧底 从而让我怀疑队伍里的每一个人 让队伍产生嫌隙 进而让我不会同步 我思考的每一步给他们 最终引发连锁效应来到这里 就比如许流年的识破 若是我告诉了他族子的重要性 或许和旗下进入门的 就会是许流年 真是可笑 从头到尾 我的队伍当中的人 对我都忠心耿耿 甚至连你们队伍当中的寒衣墨 也都站在我这一边 可我 却没有好好把握 这真相极了我的 一声 本末倒置了 我说的话你会信 可我是敌方主帅 你不信任自己的队友 反而信任敌方主帅 不觉得自己的重点错了吗 可我能怎么办 你让我相信能力 智慧 甚至连回想都不如我的人 难道这样就是 正确的吗 你错就错在 总感觉自己比队友强大 反而只愿意相信 和自己气骨相当的人 若是不能摒弃这个观念 你恐怕真的要成为 下一个青龙 成为青龙又如何 我和你选择的路 从一开始就不一样 因为没有人能理解我 所以我自始至终 都是孤独的 别说笑话了 难道文巧云 也不理解你吗 巧云 妈 若我没猜错 他现在作为后手 等待着你这边的结果 他明明不记得你 却愿意为了你把命赌上 你却还说什么 没人理解 在我看来 不是他们不理解你 而是你不理解他们 或许吧 已经最后关头了 我也有一句忠告给你 你说 这扇门只要进去 你必输 可你若是不进 还有小概率会赢 地图的游戏 逃脱类型的游戏 我身上携带着 一百多个回响 无论怎么看 我的优势都很明显 我怎么可能 会输 旗下 我就是如此自负的一个人 现在无论怎么想 我都不可能 会输 怎么回事 这里是 什么 这是 溃逃之门吗 我说过 田田只在这场游戏当中 打造过最简单的东西 那些东西既不是字 也不是显示屏 仅仅是门而已 他将原有通向卯兔的门 改造成了溃逃之门吗 怎么样 卯这个房间 相邻房间是四 那里有一扇溃逃之门 只要多加观察 就地取材 多时几次总会成功 因为田田 一直会在两个房间活动 而这扇门 只有你们的人会进入 就算门的那头是游户地狱 都算作他成功了 原来是这样吗 哥 你 你怎么也来了 我 是啊 我应该早想到的 一个人如果要带着字 从场地内消失 最大的可能就是溃逃 由于默认溃逃的下场是死 所以我始终无法想到 金元勋溃逃的动机在哪里 现在看起来 是金元勋在控制人的时候 恰好和田田困在了卯寺的房间 而田田当机立断 哄骗金元勋进门 最终等了一段时间 让房间自动解锁 旗下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难道从一开始 就想好了这种方式 将我这个主帅淘汰吗 该怎么说呢 楚天秋 你的身上带着这么多眼睛 如果你获得了回响 而我和你进入游戏 说的必定是我 所以你 所以 我只能想一个办法 在你发动回响之前 就让你落败 这件事在游戏开始的瞬间 我就已经在筹划了 一旦和你真的进入到一场游戏当中 你甚至可以直接用天行剑杀掉我 是吧 虽然不想承认 但确实是我会做出来的事 甚至连张杉给我的第二颗天行剑 我都已经拽在手中了 可没想到你的这一计划 让我根本没法施展 那你现在要冲进来杀掉我吗 可以 但我不想 输了就是输了 你明明给过我很多提示 可我却没有找到答案 这一次 我输的 心服口服 是的 我给的提示够多了 田田从一开始 就被我派到四合卯这两个房间活动 随后我再从你们阵营 学会如何活得回响 由郑英雄传递给他 期间 陈俊南和乔家静的出击 都是为了让你们的众人充满怀疑 难以合作 这种不可思议的事 真的是人能够做到的吗 我的每一步 似乎都被旗下牵着走 只要你不信任自己人 便有可能自己使用划型 我觉得时候差不多了 果断和胭枝春开赌 给你留下了足够的行动时间 因为我自己认为 我放所有人当众给你 你最了解的人是我 你使用划型 也只会变成我 所以我告诉陈俊南 届时会有一个奇怪的我登场 所以张晨泽也是你的手笔 他的出现直接导致了 我们的失败 张律师是个很有趣的人 无论身处多么危急的情况下 他也一定会以最冷静的思维 应对现场的情况 所以他能够最快调整心态 孤身前往敌营 连续进行扣分 这种准确 高效的行事方式 队伍中除了我 只有他能胜任 剩下的人 都不行 不过你有一点说错了 张晨泽的出现 并没有导致你们的失败 而是为了把你逼入这个游戏场地中 减曲的几分 会大大增加你的危机感 届时 燕之春就会带着我的话 以及他知道的信息给你 让你不得不和我对赌 让一切水到去城 虽然你的队伍每个人都不是卧底 但他们又都按照我的计划行事 和卧底 没有什么区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